都是传说之多出来的十四楼 我跟二胖在一个老旧高层小区的十二楼 合租了一套公寓 房子很老 物业管理也很差劲 这天二胖加班到深夜 刚进楼门 就看见楼道的灯一明一暗的 像是快要坏了 就在这时盯的一声 二胖知道是电梯到了一楼 于是赶紧窜了过去 电梯里一个女人 用手挡着电梯门等着二胖进去 谢了谢了 二胖刚一进电梯 就感觉电梯里凉嗖嗖的 按了十二楼后 又问那个女人 美女你去几层啊 女人冷冰冰的回答 十四楼 二胖也没多想就按了十四楼 可是电梯今天出奇的慢 每层都要停一下 也不知道谁家搞的恶作剧 二胖很生气说道 美女 你说这谁这么缺德啊 明天我要找物业投诉去 女人也不理会 二胖心想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终于到了十二楼 二胖出了电梯 就在电梯门快要关上时 二胖瞟见女人 诡异的笑了起来 深更半夜的二胖心里直发毛 赶紧回了住处 一进门就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 跟我说 刚才在电梯里碰到一个神经病 去十四楼 我赶忙打断他 你加班加傻了吧 咱们楼哪有十四楼啊 再说今天电梯坏了 根本用不了啊 二胖猛的反应了过来 隐约想起进电梯时 好像确实有个写着电梯维修的牌子 那之后二胖大病了一场 后来我们俩就搬走了